全一打 長春火力進入到了7月份展現出來 今天郭元文賽前有聊到說 由於是因為學長的前輩林志勝受傷的關係 所以今天的先發遊擊手是他 今天第一次先發守遊擊 感覺還蠻開心的這個球拉過來 右外野方向這個球在界內 在界內 HOME RUN 這個球一看張建民已經是放棄了 早就放棄了 早就放棄了 沒有跑了 打得非常的遠 害我們以為也是一個界外球 但這個球最後看一壘審判定是在界內 是一支全雷打 郭元文把這個球直接航出去 帶有3分的打點 現在一口氣是幫助球隊取得4比0的領先 郭元文本期的第五支的全雷打 是一個3 RUN HOME RUN 現在面的4比0 雙方4分差距 非常好看的螢幕 這打出去了 右外野手張建民已經放棄了 知道決定是出去了 因為他們對台中的國際 那個洲際棒球場 其實風啊 風向是蠻熟悉的 郭元文厲害 在下半球機在打擊方面表現得非常的優異 他的OPS也就長打率加上他的上壘率是1.06 今天再加上 對 今天如果再加上這一支全雷打 那是更可怕 全身的力量透過這個旋轉揮棒的軌跡 沒有整個釋放出去了 所以這個球還能夠打得那麼容易 因為在下半球 但加入到了